中天 从前那个机器布置啊 不合理 没有形成生产线的秩序 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是手工作业 但是呢 这个生产线的布局啊 必须要合理 当初谁设计的呢 机会乱七八糟的 当初条件也不允许 要求也不同 你现在什么想法 我现在第一条生产线 我已经整理完了 现在需要整理第二条生产线 你需要多长时间 我这时间 这不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吗 不是你整理生产线 非常有必要 这我同意啊 但是时间标准不能改变 你怎么 怎么还咳嗽 我没事 我这两天 点灯体有点发炎 没事 那你赶紧上一部室 拿点钥匙 你别耽误了 为什么中天 一个星期行不行 你这时间上绝对不行了 你因为 像永山那边有点慢 但是销售协议是一单一单的来啊 你时间限定都写在那上面了 你到时候 你时间到了 你产品出不来 你这是赔偿人罚款呢 而且那你知道 现在不产奶忘记了吗 来来来来 稍等一下 哎 哎 王总 不是怎么打 打翻这么慢吗 啊 你没看排多长的队伍啊 你没看见啊 你去去把你们那个 那个食堂负责人叫过来 叫来见吧 王总 出什么事了 什么出什么事了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这么长队伍啊 你耽误厂了多少宝贵时间呢 就这么排队 就这么慢 这 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啊 什么以前这样啊 以前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分秒必争的 时间多宝贵啊 这窗户啊 以后这个窗户 这窗户整个被我拆掉 这全天都抢开了这个 还有这个窗户 都打开了 然后都都在这个台上打饭打塞 在开饭的时候 让你的手下啊 全部都上来 都在干活 太慢了 这个 三天之后 如果还这么排队 这么慢的话 你就 你就主动辞职吧 你就 我给你打饭去 我不用 我自己打饭去 来来来 快点快点